哈囉大家好我是Matt 歡迎收看远環之夜 今天榮幸帶給各位新的系列戰車事介紹 呵呵呵 來說說每部戰車的性能以及各項優劣點 所以頻道現在有講戰術的軍盲金不盲 還有歷史故事迷思破解的二戰課本沒教的事 都希望能圍繞在遊戲外帶給觀眾更多專業資訊 這些專業東東依然是有請到尖端科技雜誌來諮詢 有興趣也可以到尖端科技的粉專 都是這位李大哥在經營的go and show him some love 他不是一般玩遊戲就覺得自己是上將的玩家 李大哥除了玩遊戲外自己也是戰車兵 也到過美國軍務採購會場 參眾意願對台軍售反恐計畫等會議 我只想說應該只插上戰場之外他都跑過了 所以底下有些疑問或質疑他都可能親自回覆你 今天有關戰車的新系列一開張就來比較猛的好了 有關二戰到底誰才有最強的坦克 能成為路上霸主 國外社群和我相信軍務迷最愛討論的議題 未來還可以在鍵盤上佔數十年的時間 簡單來說這其實是一個超級籠統的問題 最強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就有各種定義了 有些人甚至把最喜歡就當作是最強的 其實也沒差吧 每個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紙面數據來說 德國的虎視暴使一定是很多觀眾擁戴的載具 在裝甲厚度和火力強度上幾乎能屌打其他國家 今天以暴使為例 75毫米的主炮加上後駛的裝甲真的是可敬的對手 好的裝甲和火力幾乎是所有第三代的德國戰車的共同基因 但是如果看的是後勤生產方面 德國巨獸就開始吃虧了 蘇聯的T34或美國的雪曼在生產鏈上都有壓倒性的勝利 暴使從1943年春季開始生產 直到大戰結束兩年後 有6000輛被建造出來 聽起來覺得不錯對吧 蘇聯國哥幫我Q一下 同樣的時間 我們偉大的祖國有29400輛T34衝出生產線 同時T34也有不錯的76毫米或85毫米主炮和裝甲厚度 但你可能爭論說蘇聯都以量取勝但值不驚 其實這點也是正確的 蘇聯的T34設計有眾多瑕疵 像是駕駛視野什麼都看不到 被擊中的話組員存活率極低 像機槍手的位置只有下面一個小洞可以逃生 組員的訓練和通訓設備也絕對沒有德國組員紮實 所以也有迷思是說 駕駛在沒有或被癱瘓之前 都能大概擊毀4-5輛T34 這點雖然不一定準確 但蘇聯的確在大戰結束後 統計有將近八成的坦克被摧毀 駕駛也是初期的不堪用 油量耗損數據是說250公里 但現實是跑不到這數字的一半就要加油 加油好嗎 比加油更頻繁的是駕駛通常不到150公里就要大修 這在歐戰末期德國缺油的情況 根本只能汽車了 種種以上的問題美國雪曼看似都幫你解決了 M4雪曼算是二戰坦克組員存活率最高的載具 有四個獨立艙門可供組員逃生 而且在耐用度方面更是經過實證 不僅被大型生產 而且在東線戰場乃至於亞洲叢林都有它的身影 但小巧的雪曼或許沒有前面提到的T34或暴式的越野能力 如果不管數據單純看步兵協同作戰的話 日本坦克其實也是個成功的案例 對在坦克經濟場中這東西幾乎會被殲滅 但二戰前期1930年代對上幾乎沒有坦克的中國 他們算是support步兵的角色啦 當然到了太平洋戰這遇到美帝的民主自由也只有當把的份 可是這當然不是他們的計畫啊 日本這原物料不充足的島嶼希望在海軍方面和美軍筆肌肉 把他們投射到本土的能力降到最低 有好的坦克或許就不是那麼大的重點 所以說了那麼多應該有觀眾察覺到我到底想表達的是什麼 如果把兩輛坦克放在經濟場上不考慮很多因素 都是可以客觀比較出優劣 但如果依照宏觀的戰術來看 各國在自己有限的資源和目的的運用下 其實沒有所謂的最強路上霸主 德國因為在東線戰場的挫敗而研發出能和蘇聯T34比擬的暴室 這在德國的設計坦克時當然合理啊 因為要和蘇聯不斷競爭 但是美國人或許就不想研發暴室這類吃油的巨獸 我要散播自由民主幾乎到各州的前線 首先數量一定要夠 況且每100公里就要大修或補油 你叫我這仗要怎麼打 如果雪漫到日本人手裡或許也不太好應用 中國城市等巷弄戰說不定輕巧的坦克比較能好好掩護步兵 還有針對我大東亞共融圈的戰略部署也相對容易 日本戰車比雪漫輕的特點也有較高的機動性 也不容易卡在熱帶島嶼的沙堆中 一樣的道理也可以換到T34上面 重量不重值或許就是蘇聯當局的方針 雖然容易壞掉組員沒多少訓練 但一輛取勝最後還是達到目的 贏了戰爭 還有義大利的坦克 儘管我們的重型戰車是人家的中型 中型是人家的輕型 但義大利當時想要打的是希臘 這地形相對崎嶇的國家 所以這些坦克需要像山中羚羊般跳躍來掩護步兵 但是這樣的設計初衷到了北非 法國戰場就一點屁用也沒有了 我們在上集直播中也有人問到哪一輛是我們認為最好的坦克 當初李大哥答的是雪曼家族 畢竟像前面提到的他受過各方戰場前線的考驗 也有越來越多史學家為雪曼之前被形容是坦克組員的墳墓來洗白 但總而言之如果外星人入侵 有蘇聯的產量、德國的組員、美國的耐用度 應該就能打造出接近完美的坦克了 然後外星人用一發雷射砲就搞定了 這大概就是對於二戰誰是最強坦克的簡單介紹 其中沒有包括像英國或法國的坦克 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補充 然後自走砲等工程載具當然不會放在此清單內 想知道更多有關歷史和電玩的結合資訊都歡迎訂閱電玩機也 別忘記可以開啟下面的小鈴鐺 這樣我新影片的話大家就會同步被通知煩死 聲音畫面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 訂閱 訂閱 按讚 訂閱 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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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藝 點讚 點讚 谢谢大家